他就是犯下两死三伤抢击案 及掳人勒熟案背叛死刑定验的陈文奎 小时候殷家平 无法好好读书的他 在台南看守所 爱上阅读大量买书 18年来藏书21700多册 玉方还播出两间牢房 摆放他的书籍 他也将书借给其他受刑人 当起图书馆馆长 没想到铁窗漂书箱的故事 最近却变调 今年2月 他投书苹果新闻网 表达要将他的私人藏书 通通捐给其他监索 但是就是不给台南监狱 台南分间及台南看守所 没想到隔了一个月 陈文奎再度写信给苹果大爆内幕 他是不满被台南看守所打压 才要捐书 提到前年7月 台南看守所秘书张汉明上任后 看到他在整理书籍时 和三明新收被告聊天 马上将他关护房舍 今年2月 秘书看到工厂服务员 帮其他受刑人还书时 又一阵痛骂 隔天 向他借书的人 似乎同时归还 走廊堆满一箱箱的书 有两名育友帮他整理 没想到再遭到秘书斥责 他质疑是高层下令 不要向他借书 而且他在决定捐书后 迅速参除书柜 改回牢房 不过索方也有话要说 我们尊重收容忍写信投书的 一个意见反应的自由 但是陈文奎 他反应的内容 跟实际的事实 有很大的出入 索方表示 因收容所超收情况严重 到4月15日 已超出四成 房舍不够住 当他决定将书捐出 索方征求他同意 先将书搬到仓库存放 改回牢房 我们就把他也 回归到由收容忍来入住 所以以减少这个设房的拥挤 让收容忍的空间 更得到更好的 那个失钱的分配 索方表示 没有阻止受刑人 向他借书 是他自己抱怨 出界的书本出现 缺损 脏污 陈文奎的藏书以武侠小说为主 其他还有历史小说 先修类小说 目前 平东和嘉义等监狱 以空间有限等理由 表示无意接收 陈文奎的证书 上周 陈文奎再投书苹果 这次改口说 要将藏书 全数捐给台南看守所 不再过问出及任何事 不过 台南看守所认为 之前已询问过愿不愿捐书 陈文奎不置可否 还跟监察院立委投诉 该所以不宜接收 是否愿捐给其他社会团体 会再征询陈文奎的意愿 董新闻两万本书 何去何从 报导 收看苹果新闻网 健康频道 一并远离你和我